颠覆大家对于推理小说认知的作品 这部小说写于1980年 在日本推特的最佳推理小说票选中 被网友评为第二名 众多粉丝称之为最优美的推理小说 最适合女性阅读的推理小说 这部小说就是《连城三纪燕》的《返回川殉情》 在我之前解说过的《爱的成人士》中 平时只读推理小说的男主 和只读古典文学的女主 共同读过的作家只有《连城三纪燕》一个 那是什么样的推理小说 可以让只读古典文学女性也愿意去拜读呢 《返回川殉情》的开篇 讲述了一位出生于明治25年的诗人怨田 生活放荡不羁 两次与女性相约殉情 她自己没死成 那两位女性却因她而死 在第二次殉情后的三天内 怨田完成了一座复苏 随后自枪而亡 看到这里 有些观众会有熟悉的感觉 这和太宰志的人间诗格 或者说太宰志自己的人生写照很像 也激大地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以这样的故事开头 怎么写成一部推理小说 主角是怨田的友人 书中并未提到她叫什么名字 就叫她作家吧 在怨田死后 作家执笔怨田的自传 在杂志上连载 为了了解怨田生命的最后阶段发生了什么 她仔细研读了怨田所写的诗集复苏 把一窝窝黑除剪断 求消四难幻影中人 生命亦千丝万缕 梦里一人 这一首诗描写的是怨田的第二次殉情 怨田与九家女珠子 在水乡千代谱的小舟上服下毒药 朱子在殉情前 用剃刀剪断了自己的头发 因为怨田在他身上寻找着 另一个女人的幻影 作家推测 朱子想要把自己打扮成 短发的文旭的样子 文旭是怨田的第一个殉情对象 他出身名门 读了怨田的诗集后深受感动 与怨田主动相见开始交往 但他的银行家父母 不许女儿和有妻事的诗人来往 将他软禁在家 文旭趁一次公养的机会逃出家门 与怨田相约殉情 但两人都没死 从此文旭被彻底禁足 一年后 怨田和朱子在千代谱的小舟上服药 朱子死了 怨田却捡回一条命 同一天 文旭在家中自杀 作家推测 怨田相约殉情的对象实际上是文旭 两人用某种方式 相约在同一天自杀 但是这种推测 遭到了文旭家人的强烈反对 他们说怨田就是个骗子 为了更了解怨田 作家却拜访了怨田曾经的师父秋风 发现怨田早期的一首诗 与复苏产生了矛盾 世路多奇一来一去 去了又来来了又去 流水终究无法反扰 水反角 水反角就是标题中的返回川 是怨田和朱子殉情的地点 在这里 水流会形成奇异的环流 怨田和朱子的小舟漂流几个小时后 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被农夫所救 当时怨田和朱子服下毒药并未致命 朱子率先恢复了意识 但他以为一旁昏睡的怨田已死 随即各万自杀 在复苏中 怨田称这里为初来之乡 人们因此认为 他并不了解这里的环流 是偶然捡回了一条命 但怨田早期的诗露出了破绽 他早就知道这里 这是一次刻意的安排 作家决定前往返回川进行调查 梦里翻转一下身子 就被堵在那斑驳的 将我的呼气吸入的 腐朽的墙 作家发现了更奇怪的事情 怨田当晚住在了一个很挤的房间 这个房间是旅店人满时 才会给旅客住的房间 怨田投诉当天没有其他旅客 但他强行要求住在这里 说是因为这里可以看到火车站 远去了远去了汽笛 生一远 回顾复回顾 踩着寂寞长颖踏象 死亡之旅 似乎可以看出 怨田在等一个人 但那个人一直都没有出现 最终他和朱子划向死亡之旅 画轴掀翻斑斑斑斑 墙上和人留下涂鸦 女人名字的女人名字 魂牵梦营 怨田住过的房间 果然有一幅山水画轴挂着 画轴背后有着淡淡的字迹 文子 作家立即联想到文序 但在这时 文序的姐姐约见了作家 姐姐交给作家一封文序的遗书 原本是文序托姐姐交给怨田的 但怨田已经死了 梦 和老师的事全是一场梦 跪穿的水声也是梦 我是幻影 是那个人的替身 那时老师的手指 是在幻影的唇上点上了口红 老师想用文序的唇 来完成对那个人未完成的爱 这封遗书有两点让作家感到意外 首先 怨田不爱文序 其次 两人选择在同一天自杀 真的只是巧合 那么怨田在等待的人是谁呢 作家想起了 怨田年轻时在笔记本上写下的一句话 我是伯木 在原世物语中 伯木暗恋原世的右妻三公主 形成了不伦关系 三公主最终看清了命运 选择出家 这让作家想到拜访怨田师父秋风时 打听到的一些小道消息 怨田被秋风逐出世门的同一天 秋风修掉了妻子秦江 秦江随后消化为泥 这一切突然都串起来了 朱子剪发 并非模仿文序的短发 而是想使自己像一个泥僧 两次殉情事件 隐藏着病态而又痴狂的意图 怨田用道德胁迫秦江 如果你不来到我身边 我就会拉着别的女人一起死 两次殉情本都是演戏 但没想到第二次害死了朱子 怨田被救下来后 又等待了三天 秦江还是没有出现在月台 最终怨田选择结束了生命 作家本以为 这就是两起殉情案件的真相了 但是复苏中的一首诗 再次把他的推理拉回原点 明天就会再枯萎的 仍在这一瞬即逝的 朝阳里心心绽放的 复苏的花 老板说那个房间里的窗户花 只有两个花蕾 怨田和朱子投诉的时候 刚好第二朵快谢了 但第二天怨田恢复意识的时候 花竟然还开着 只有两个花蕾的花 却开了三次 最合理的推测是 怨田把那只第二朵花蕾枯萎的 换成了另一只第二朵就要开的 这一朵开了三次的花 揭示了细思极恐的真相 这是一起童谣杀人案 怨田年轻时 他的和歌充满才气 却被批评沉眠技巧 缺乏心灵 在新的和歌时代 那些出名的和歌背后 大多包含着多感的人性 或是生活的哀伤 怨田空有才气 可惜是个燃烧不起热情的人 他光凭想象 写出了贵川情歌白首 与复苏五十六首 这些事在艺术性上无懈可击 可惜还欠缺一件重要的事物 那就是现实上的事件 所以怨田欺骗了文婿和珠子 自导自演的两次殉刑案 一定要住在拥挤的房间 是因为只有这个房间能照进朝阳 为了最后一首诗中写的 朝阳里心心绽放的复苏的花 另外 怨田需要在自己复苏过来时 那朵花也恢复生命 他偷偷换掉了即将枯萎的花 殉情未随后 怨田还需要三天生命 让人们相信复苏 是在殉情事件之后写的 但实际上早就写好了 三天后 为了给昌仆殉情案更多现实感 也为了以悲剧诗人称号流传后代 怨田毫无犹豫地选择了死 作为结束 这一篇是《连城三级案》短片合集 返回川殉情的同名片幕 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的 也是这个短片 因为国内出版的书名叫做《一朵结梗花》 里面收录了九个短片 所以很多人以为主打片幕是《一朵结梗花》 其实《一朵结梗花》是返回川殉情的五个短片 和《西丘殉情》的四个短片的合集 在引进的时候 可能是觉得以殉情作为书名不太合适 也没有采用台版的花葬作为书名 而是选择了较为文雅的《一朵结梗花》 《返回川殉情》这一短片的名字 也改成了《仓仆之周》 这一篇给读者带来的观感 和传统推理小说有很大差别 一般来说推理小说有三要素 凶手是谁 杀人手法和杀人动机 古典推理小说大多以杀人手法为核心 侦探大部分时间在推理杀人手法 进而找出凶手 但在动机设置上往往非常敷衍 在这一篇中 主角推理的并不是杀人手法 而是杀人动机 这种创新拓宽了推理小说的边界 以动机为核心的推理小说 在轨迹上受到束缚更小 往往可以靠情节吸引眼球 更受现代读者的欢迎 以畅销君东野龟吾最有名的三本小说为例 重点都不在于推理凶手是谁 杀人X现身的核心 是轨迹与动机的完美结合 而白夜情和恶意的核心都是动机 在讲下这一篇小说中 对于太宰治的致敬 故事中的怨甜 几段重要经历都与太宰治吻合 在文学方面造诣极高 但在生活方面充满争议 酗酒出轨 与崇拜自己的女读者殉情 与酒家女殉情 自杀未遂导致女性死亡 在最后一次自杀前 创作出流传于世的经典之作 怨甜创作的是和歌 太宰治创作的是思小说 共同特点是 大多为第一人称 通过描述自我的心理活动 体现创作者的人生观 本篇小说的末尾 提出一种可怕的可能性 读者理所当然地认为 思小说是根据作者的人生经历所写 那么是否会有作者 先创作了思小说 再根据小说来导演自己的人生呢 在本篇的最后 作家把这朵花引发的推理 埋进了自己的心里 并未写进怨甜的自传 对于读者来说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 之前提过 连程三经验是一位 文笔非常优秀的作家 后期也转型去创作恋爱小说 这期视频就以小说的原文 作为结束吧 希望喜欢本视频的观众 能够三连支持一下我 我会做出更好的视频的 纵然怨甜的歌是虚构的 而成为合格的牺牲的女人们的情 应当是真实的 桂木文旭 伊田珠子 还有阿峰和秦江 无疑不是在给怨甜的真情实义里 个个绽放花朵 又让他凋谢 我好想在胸衣里双手核实 像这些不住的流逝的花 膜拜一番 因为我禁不住的想祈求 文旭的生命 珠子和阿峰的生命 还有和怨甜仅仅有过一夜之缘的 那些红灯下的女人们的生命 但愿在死后的永恒的黑暗里